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大盘真的比想象中来的强 那其实在这边 外资来讲的话 其实是没有买超 是站在卖超 那前两天是小幅的一个买超 那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的量能真的不是太大 大概只有2000亿附近 那不过指数的部分来看 今天又创下新高 当然假如说就价量的结构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说真的是 有一点背离 价量背离 因为创高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出现补量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补量 最好是可以补量 因为你不补量的话 没有进行所谓的换手 那这个地方 当然台股从之前 你可以发现到 之前的部分相对弱势 那目前来讲真的又相对强 你像美股有时候跌的时候 其实台股真的不太跌 大概只修正这样子 然后 美股其实涨幅也没有多大 可是台股的部分来讲 其实又创新高 我想当然市场的解读 有可能认为选举之前的政策做多等等 不管 不过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来讲 当然持股比重 当然还是要控制好 还是要控制好持股比重 不要因为大盘在今天创下波动的新高 你就真的持股八成 甚至于满党 我想真的不需要 你大概维持在三成附近 或者四成 我想都OK的啦 都OK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盘式的部分来讲 当然现在担心 大家担心万一 执政党选输 那会不会下礼拜一 就出现回档 比较大的回档修正 或者是说执政党选赢 那下礼拜一会不会有 庆祝行情等等 其实说真的 选举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 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啦 那我想这部分 我就不再多做说明 那既然 以现在来看 其实在指数相对高档 因为毕竟 除非你认为 现在是多头的格局 就是说你认为 这个地方是一个已经转 这个地方真的是长线的低点 长线 长线 我讲的是长线 长线的低点 它开始要走的是回升的行情 不是所谓的空头的一个反弹 那当然回升行情 一定是从所谓的跌升之后 一开始当然 你不知道这边到底 是不是真的回升行情 那这部分 当然需要很多的配合 不管是未来基本面的配合等等 这个都需要 这个都需要 那国际大环境的 这些的配合都需要 它才慢慢的 有可能这个地方是长线的底部 然后慢慢的进行 所谓长多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在长多格局当中 它还是会出现 涨多之后的一个 比较大的大幅度的一个拉回 就像空头市场里面 其实也会出现像样的反弹 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是一样的逻辑 就像你看之前纵使多头好了 多头走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都是会回挡修正 你会发现 也都是会 那只是说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所以它的指数的部分来讲越走越高 高点越来越高 这个就形成所谓的一个多头的部分 那多头的部分 当然你看到这个疫情的时候下来之后 它也是 对不对 由空转多 由空头转为多头 肯定也是慢慢的上来 然后之后搭配未来的基本面的部分 越来越好 那形成了指数越长越高 我想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你在刚下来进行研判的话 其实当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指数长了 所以相对上来讲 当然 想法可以稍微乐观一点点 可是做法的部分来讲 毕竟涨了2000多点 所以我一直强调 选择 除了控制好持股比重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长线保护短线 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逻辑 就是 我未来掌握好的股票 我未来掌握 比如明年会比今年成长的 这些的股票 我想用长线保护短线 当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发动 可是它常常有时候就会发动的 就它回档没有关系 可是回档了一两天 甚至两三天 或三四天 就短线了一个回档修正 因为它未来掌握是好 所以股价很容易 棒又上来 只要盘势不要太差啦 你今天假如说破底 那当然没办法 像之前这样子 一直破底 那当然没办法 可是盘势只要稳稳的 只要相对上来要稳 我相信当然 掌握好的股票 涨多了会回档修正 修正完之后 它还是有机会再创新高 它还是有 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逻辑 你一定要选长线保护短线的 长线去保护短线 而不要在这个阶段一直去投机 一直去投机 我想先跟大家进行说明好 那什么叫长线保护短线 就未来基本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其实这个我们会员之前有买过的 6781的 所谓的一个电动车当中 大家有发现 电动车因为今天Tesla 股价出现大涨的一个手势 所以你可以看到AESKY 它是新普转投资的 你有沒有发现 股价回档修正完之后再创新高 这是跟电池相关的股票 你有沒有发现 就是说它回档修正没有关系 量缩 可是这未来涨的话相对上来讲不错 所以股价来讲很容易 买盘进来之后筹码安定 就涨停板锁出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也是会员之前有买过的股票 另外的 其实三有三二的台胜科也是一样 你看一下 所以好股票 其实要买好股票啦 你像三有三二的台胜科好了 对不对 拉起来之后整理 这个我们也在大概起漲点买的啦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股价 也是在创波段新高 来到一七二的水准 你有沒有发现 就是说 盘是好的 盘是OK 当然这个前提是要盘是OK 盘是OK的状况之下 展望好的股票 其实它会慢慢的上来 它想到它就会发动了啦 其实应该这样说啦 因为我们不知道 其实说真的有时候股票就是这样子 它会进行轮动的一个格局啦 那好的股票 其实很容易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出现 所谓的上工的走势 好那 现在来看的话 当然你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说真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当然现在看起来都是 偏多的格局 当然你假如说从均线来看 相对上就不一定啦 因为半年线它也是下滑 年线季线 其实都是下滑的 所以它其实说真的它还是有压力啦 然后就均线的角度来看 当然它是一个空头的一个反弹 那就形态来看的话 其实它表现相对上来讲是不错 当然这边有压力 这边有 所以我才说 这地方确实它需要补量 才有办法上工啦 假如说真的只有2000亿 2000亿的水准 其实 我已经觉得这个盘 其实已经比我们预起来的强了 在今天在创下性高 真的比我预起来的强 因为我认为其实 在美股的部分来讲 大部分因为感恩节 因为放假 然后因为 一些种种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其实应该 台股的部分会进入 比较大箱形的整理 这个地方因为箱形的整理 那结果今天的指数是创下了波段新高的水准 这个是真的比我们预期来的强一些些 强一些些 那当然 在目前来讲 你要选择未来展望 刚刚所提到的长线保护短线 好 所以现在市场当然相对上来讲是乐观的啦 是真的比较乐观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股票轮动 有时候这边强 有时候这边强 有时候这边拉回 这边拉回就这边抢 这边抢这边就拉回 好那这边抢这边拉回 反正 到处有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真的 他 错过了这两千点的行情 急了啦 真的急了 错过这两 就是我们代会员真的都买在 几乎这边 然后错过了这一波段的大行情 其实多多市场要 不到一个月涨两千点 这样大概不到一个月 涨两千点 其实你都很少看到 在多投市场里面 不要说空投 所以这一次假如在低档放空的投资人 真的很惨烈 你知道吗 不管你是去空指数 你在一万两千多 不管你空个股或指数 其实真的很惨烈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你千万不要再去放空了 我说你假设不买股票 千万不要去放空 千万不要放空 那就像现在我会跟大家讲 你吃股比重真的不要满檔 因为现在的选股 以我们这么专业 其实说真的选股的难度都很高了 你觉得呢 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再去买新的股票 当然要 第一个题材性要够 要长线保护短线 好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好 那因为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因为现在涨上来之后 大家就跟你讲选举题材 那万一选完之后 执政党输怎么办 对不对 那跟你讲年底作帐 其实有些股票说 这些不会涨了 谁说年底集团作帐 一定要继续一直往上拉 然后还有年底的投信作帐 对不对 搞不好外资也要作帐 那你不知道 假如作帐的时候 年底是往下杀 他就说投信在结帐 那假如往上拉 他就说投信在作帐 你听这你就听得完 还有伟牙行情 你知道 还有存... 搞不好还有东智行情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种都不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现在就同时提到的 进入真的财报的空装期 所以你现在真的要买的股票 还是真的要未来有梦 未来展望好的 那有时候短线上 当然会整理 会修正 涨多回档 我觉得这个都无可厚非 可是你真的持有的股票 要是这一些的 那跌升反弹的股票 真的展望还没有上来那么快的 我就讲逢高当然还是 陆续的减码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车用的部分 其实昨天有跟大家讲过车用的部分 其实昨天不是媒体也写了一篇吗 说大摩啊怎样 又说什么恩智浦等等 这些车厂在砍单等等 那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没有啦 真的不是这么严重 他还是有分长短料的问题 结果你看一下人家电子时报 写的我觉得就比较客观啦 其实是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车用的晶片需求的状况不同啦 因为一台车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晶片 那有的是短料 有的是长料 那你没办法 对不对 那当然 因为你现在短料的部分 其实讲一个逻辑 就是说 当然慢慢的会不缺 这个是必然的啦 可是有些东西不够 他就是没办法不缺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的IC 你比如说像MCU啦 高阶的 我指的是高低阶 中低阶那个都 其实那个都已经早就不行了 那你像驱动IC 这种中低阶的 不是用在车用商的 这一些比较高阶的 我想这个也都真的不太行 就是说 现在MVPC这一块来讲 相对还是不是那么的行 要记得 那车用这一块来讲 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那你说 比如说高阶的NCU 会不会或者是其他的 高阶的驱动IC等等 就是这一些啦 会不会之后 比较不会那么缺 我相信当然会 这个也都一定是 因为有些东西 你比较中低阶的 因为它变成长料了 因为它库存很多 所以相互库存是 就会减少在金源代工下单 减少完之后 这些产能 就会拨给现在比较缺的 这一些的 所谓的IC设计高阶的部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也一定肯定在未来 会慢慢的不缺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隔了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高阶会比较美好 那是正常的 所以你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要先懂这些的逻辑 因为你看到 像你要知道看到 那你怕是你再把股票 隔掉 怕有可能就再反弹 我想不是这样做啦 因为媒体写的 有的是真的是 不是那么客观啦 那我想今天这个电子时报写的 它比较客观 其实昨天我也大概都有跟大家讲了 好 高阶的部分来讲 ADS AI 感受等等这一些 比较属于车用高阶的部分来讲 说真的 还是缺 那未来三个月半的人 当然会慢慢的 比较没那么缺 我想这是必然的 那低阶 中低阶的部分 当然就相对不缺啦 好 那二极体的部分来讲 因为台湾有些二极体 所以你看最近 你看一下 你像二极体真的比较不强 强冒台办 彭城德韋 强冒你看一下 真的相对没那么强 真的 车用里面真的没那么强 当然今天都反弹啦 可是说真的 你看一下 它的幅度真的没那么大 那你像5425的台办 对不对 昨天也被杀 那今天当然反弹 你有看到 其实也真的没那么强 就是那3675的德韋 因为台湾有些的二极体器 它很多也不是用在车用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他们这波相对上来讲 就像MOSVI 很多也是用在NBPC 台湾的 所以不是用在所谓的车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波反弹 当然大家这波反弹都有谈到啦 可是跌幅相对上来也都不轻啦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 什么 是车用当中可以买的 好 那台大电相对 ASKY 对不对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像台大电 当然台大电很强啦 台大电 台大电说真的 线型真的满强的 那我相信这种 都是外资为主导的啦 那你说他电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未来跟电有关的 未来跟电有关的 不然是一些跟POWER 反正就是跟这些电有关的 高压啦 高频啦 快充啦 等等这些 我跟大家都还是未来的主流 相信我 尤其只要搭上车子的 搭上车子的 会是主流 会是主流 好 那你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喔 电池的 电池的 相关的 那3665的茂连当然就不是啦 茂连不是 那因为第四季 相对上来讲 比较保守一点点 不过 其实这种股票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股票 只要盘是慢慢的稳 其实这种股票 虽然 点很深啦 这种 可是这种就是白马股啦 就未来展望 相对上来讲都不错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好 那今年预估EPS 大概25块附近嘛 明年会成长 大概26 27 28 29 都有人估 所以 以现在 股价是反映现在的预期喔 现在预期未来喔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种股票 只要盘式不要太差 其实 第四季是真的 比较不好一点点 可是其实说真的啦 第四季不好也没关系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股价都是要反映明年的啦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我想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跟大家报告 所以 我一直强调 在操作上来讲 那这个是比亚迪 比亚迪因为最近 所以今年以来到现在 涨多之后 其实今年很多股票都是跌啦 那我相信跌到这边也差不多 因为巴菲特 减码嘛 那特斯拉最近也跌比较重 因为 老板也在减码嘛 在卖股票 这个是巴菲特 巴菲特当然是比亚迪的大股股东 在卖股票 那特斯拉也是大股股票 那特斯拉也是大股股票 那卖一卖 那其实说真的 盘子要卖到的稳的 其实这些股票都会上来 所以上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相对上来讲 跟电动车有关的股票 跟电动车 其实我刚刚讲 传统的燃油车 你不要去理会它了 我这个我都讲过了 你比如说像什么 什么梗鼎这些啦 那是什么1529 是不是 不是1529 1524 1522啦 1522 这个什么 提维希 这种你不要去理会它啦 1319的东西 因为之前不是炒那个吗 我跟大家 这种股票你不要去 传统的 萊油车 说真的 今年也 有成长也不会 明年啦 比今年成长也不会 都是在电动车啦 大家了解了 这个真的 明年万一会对损失 我跟你讲 万一信到一笔生殖 他们有可能明年EPS 有可能 因为今年他们真的会对收益都很多 所以我就说 你这种疑虑很大的 避开啦 就不要玩就好了 我不是叫你放空 其实有些股票 我说不要玩是 就不要去 暂时都不要去理会它啦 因为 你玩它基本上来讲 真的要大赚的机会 真的 机会不大啦 我想看基本面的部分大概是 那 手机的部分 手机大概讲一下 手机就是说 其实你看 有的人看好 有的人看不好 那 你说这个该怎么办 你说真的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那当然 手机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像双11 其实手机在 大陆的双11 真的卖得不是太好 假如飞瓶的部分来讲 以这个岩调机构预估大概 年减35%是很多 那瑞宁是估 这个是大陆的全部的智慧型手机 包含飞瓶跟苹果 大概年减5到10% 其实说真的也不少 就是不少 那不过就是说 这个认为 趋劃速度还是 因为卖得不好 所以趋劃库存的速度 会拉得更长 就落底的时间会更长 阿瑞宁跟你讲说 其实他觉得 大概第四季中央优于上半年 然后最快明年第一季就 最快 最快明年第一季就有个人拉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有一些股票 你像零八哥 这种就 又反弹了 对不对 因为毕竟它是 手机的指标嘛 那大力光这些就不用讲了 这个已经先涨了 那3406 这个也是一样 那另外PA的族群 你看文貌 全新啦 或者是 洪杰科 其实这些股票今天也都大涨 当然都大涨 那我觉得 手机这一块 我的看法是比较中性 中性 还OK啦 OK 要看股票啦 要看股票啦 因为 零八哥之前有说过 那第四季不是太好 明年第一季会拉货 可是拉完 拉一些货 可是你要想 他是在好几个礼拜前讲的 他不知道双十一卖得怎样子 那现在双十一真的卖得不是太好 那是不是如同他预期之前 认为第一季就是会拉货 可是他说第二季他也不知道 明年他也是 霧霧啦 霧霧的啦 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假如真的是像PA这一种 我是建议你不要去追啦 就从之前我跟他讲面板这一块 你看今天大摩又写面板 有可能 他觉得报价会反弹 这一块其实不用太去理会他 好不好 所以其实投注了 其实目前的操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本想把眼光放眼啦 格局放大 那我想在其实最近等礼拜六选完局 有些真的选完局之后下礼拜一 礼拜二看一下状况 到底市场如何的一个反应 或者选举的这个变数厘清之后 当然假如说要在比较稍微的大幅度的加码 在当下我们会进行 或者是减码等等 因为这还是有一些的 因为月底爆了又要讲话 那或者是这一两天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可以把你的持股 大概维持在五成以下啦 你要两三成OK 你要三四成OK啦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只是重点来啦 你要买未来展望真的相对比较好的股票 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真的市场还是一在修理 不懂控制风险的人啊 那当然现在涨 现在这波板到现在 你有可能不会觉得啦 可是之前真的 沿路跌沿路跌 你真的没有控制好持股比重的 其实你早就阵亡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假如你真的 又还用杠杆 农资 真的阵亡了 这波2000多点的反弹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真的啦 一定要把历史 自己的 一些的教训要记得清楚 要记清楚 现在 现在 就是买未来展望好的股票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跌生反弹 谈起来之后 就跟我之前说 谈起来之后 它有些股票不容易再过高啊 那未来展望好的 其实 不要说过高啦 搞不好你今年的高点都有机会突破 所以 这个地方是你换股 跟你布局一些未来展望好的股票的 真的蛮好的时机点 那当然你有任何问题 或想叫我们的行列 你可以拨打公司的电话来做咨询 那最后祝各位投资的操作顺利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每次大跌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把握超跌的便宜价格 让我代你买进 不要等到涨上去之后 再来脆下 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 留下您的资料 或直接来电咨询 有专人为您服务